夏天出國玩當然就是要去度假村啦 那你想要在度假村拍出美照 可是又不想要感覺太刻意的話 下面這些tips學起來 下次去度假村就不怕沒有美照囉 那這整支影片我們都是在宿路拍的 我們除了在Candana Resort以外 我們還會跳島雙亂高麟 那先給大家看我這次拍出來的成品 我會分解這幾張是怎麼拍出來的 所以想要知道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第一招就是要教大家怎麼拍出這張倒影照 我現在在Candana Resort這邊 因為正對的就是海 所以我想要拍出有海景 然後又有泳池的倒影照 倒影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必須是水面是完全平靜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點點水波的話 就很難製造出明顯的倒影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你手邊有鏡子的話 就可以多加利用拍出倒影照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利用兩支手機 就輕易地拍出倒影照囉 就是這時候呢你必須準備一支手機當鏡面 然後最好是用螢幕的那邊 因為螢幕的那邊的反光會比背面還要效果更好 然後拿另外一支手機的鏡頭 抵著它 好啦趕快先示範給大家看 好我示範 來吧 等一下 你現在是不是很想殺了我 我剛剛問她說 就這麼簡單嗎 她說對呀對呀你就這樣子啊 大家知道我剛剛試了多久嗎 就是這個角度其實有點難巧 就是首先呢 因為我們剛剛原本是用 Jenny的iPhone X 然後用我的手機當鏡子 可是又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的手機是白色的iPhone 8 所以它有一個白邊 然後我就一直拍到它的白邊 所以我們剛剛就一直失敗 第一個tip就是 你要來當鏡子的那支手機 就是平的那支手機一定要是全平的 你要反光的那條線放在中間 之後你把手機蓋上去 然後稍微把你想要蓋的位置再高一點點 然後你再把手機稍微往下傾 然後它的倒影就出現了 耶 倒影出現之後呢 因為它有點難控制你會有點抖 所以你就連拍好轉圈 轉圈 轉圈 我們現在要來看他們的POSE ID啦 感覺很厲害耶 因為它只是面對海 雖然說不期待還是要看一下 一定要 幫比較有錢的人看一下這邊長什麼樣子 沒錯 我最有興趣最想要用的就是這個浴缸 好好的 邊泡澡然後旁邊就是平原景觀的感覺 對 可是同時就蠻有隱密性的 對 緊要好看就是要找水平線或是垂直線對齊 那構圖非常重要的除外 明暗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在度假村拍照的話 常常都會因為外面過布或是裡面過暗 明亮對比太大 所以拍不出一張好看的照片 像現在在Candaya Resort的浴室 如果你想要同時拍到浴缸還有外面情願的美景的話 我就會把照片稍微拍得暗一點點 因為這樣之後就可以再修回來 可是如果過曝的話就修不回來了 這時候我就會在Snap scene打開剛剛拍好的照片 然後用Selective的功能局部調整它的暗面 讓暗面看起來跟外面的風景都是一致 然後看得到臉的 調整完亮面跟暗面以後 就會有到一張好看人物風景照囉 現在要直接拍 對啊 好像想讓我在洗澡 可是 可是 不是 你有穿衣服啊 沒有 我就頭髮的都拍出來 拍到嗎 我就頭髮尊出就好了 像這樣就有人洗澡 完全沒有 你的肩帶就完全露出來了 沒有 這樣拍到肩帶是不是 拍得到 我們就是得拉掉 在外面 你不是在紅看人物 先咖 先咖 好 剪輯師不要把剪輯剪進去 好 剪輪了嗎 好 那你要低一點 喔有欸 我現在在洗澡嗎 你好瞎喔 讓他看 但後面好累喔 好 你先停在這囉 我讓大家去前面看一下他沒有多荒唐 而且你知道 就是我為了要站高 我腳還要穿腳 等一下 我好累喔 我好累喔 我好累 原來整照片 是這樣來的 你來做做看 這腳超酸的好不好 這好屌喔 好屌喔 在度假程有很多元素可以拍出很豐富的照片 所以不要傻傻的站著 你可以試試看 躺下來的姿勢 我們之前有教過 如果在躺椅的話 你可以由上往下 用俯拍的姿勢 可是因為像現在人比較少 然後我就想拍到 Candala Resort這邊的椰子樹啊 後面的海景 還有這個泳池 所以現在我就會把手機拿比較高 然後斜45度 就不是完全垂直的由上往下拍 這樣就可以同時拍到人 也可以拍到後面很漂亮的景 躺著的姿勢除了在躺以外 你也可以直接躺在泳池旁邊拍照 好那史丽我先幫你拍 為什麼又是我啊 沒有啊 因為我想幫你拍美照啊 可是那裡看起來好像很燙欸 那裡沒有遮陽的 我不管啊 你先試燙 我怕被燙到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不先 好聰明喔 等一下 所以泳池旁邊躺滿特別的 可是真的會很燙 沒教大家那些tips 非常有用的tips 對 我又要幫你炒腳步 你又沒有學起來 想要知道更多拍照的技巧的話 一定要去載spiceapp 我在裡面會公開更多拍照的技巧 那除了拍照以外呢 我們以遊戲畫的方式 告訴你每個月應該要去哪裡玩 週末的時候可以跟朋友去哪裡聚會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一定要去載spiceapp喔 剛剛已經教完躺著的姿勢了 那現在就是要教大家 站著的時候怎麼也拍出長腿照 其實去度假村的時候 我都會找一些比較特別的場景 那像現在在Candara Resort 我就看到這個超美的躺椅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要躺著拍照 可是現在我就是教大家 怎麼站著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你要站上去那邊喔 沒有啊是你要站上去 我幫你拍照 為什麼又是我 我覺得我這支影片 曝光率有點太高了 可是因為每次你幫我拍都拍很久 然後你腿比較短 這樣比較有說服力 好吧 說的也是 有道理吧 我去 哲令你現在這樣站 看起來就很普通啊 我就很普通啊 不然想怎樣 好兇 很兇 對不起 你教我怎麼擺動作 好我勉強教你 就是你現在站離邊邊近一點 可以可以 然後對你身體有點往前的感覺 然後要凹背 不是你現在沒什麼線條 他搶我沒線條啊我的媽呀 不是啦 我以你平常跳那個Salsa的動作 對對對 然後你右腳往前 右腳往前放在 對對對 然後踮腳 踮踮腳 對腳尖抵著 對對對 一個Explore的感覺 好像是真的在跳舞 哈哈哈哈 好好身體再凹一點點 這樣子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 哈哈哈 超做錯 好看 看這邊 看這邊 對對對 就是這個感覺 很好很好 你的手要放鬆 手放鬆 好反正總結一下這個動作的重點 就是 第一個你腳尖一定要抵著邊邊 而且是用腳指甲抵的那種 看起來腳才會長 再來就是你要凹背才會凸顯出身體的曲線 可是要記得就是不要太往前傾 不然看起來會有一點點刻意 這招要教大家的是把屁股翹起來 你聽起來好情色喔 你這人怎麼這樣啊 不是 因為他就真的只是這樣而已 一般人可能就只是想說這樣拍照 可是如果你爬上去的話 你就可以露出更多身形 看起來就會很熟 但這時候拍照的時候 你就把人放在左邊的Rule of 3 右邊就可以放椰子樹 這樣看起來就會很平衡 然後背景又很簡單好看 妳要記得幫我開Portrait Mode喔 OK 這樣背景才會糊掉 唉唷 這個屁股 有厲害嗎 這是一般人會拍的無聊的照片 對 一般人會不會生氣啊 一般人會生氣喔 抱歉一般人會生氣喔 抱歉一般人 欸這個真的心機好重喔 欸我覺得妳再下來一點點 我覺得露半顆剛好 去海島的時候免不了 就是要在泳池或是沙灘旁邊吃早餐 這時候如果你把食物叫Jaren的Post的話 就會讓版面更好看 那我現在在Candala Resort 我針對的就是海 所以我拍食物的時候 也可以把海一起拍進去 我真的覺得跟你出門很累 為了拍你的早餐 我還要六點起床拍照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不是啊 就是要六點光線才會好啊 如果你正中午的話 你從上面拍 就是全部都是手機的陰影欸 那現在就是要先拍五十五分鐘 然後我們才能吃飯 你看現在後面就是椰子樹 整個超美的 我會讓每一個餐具跟餐盤 全部都是要互相垂直或是水平 可是我在拍的時候呢 我就會斜斜的拍 這樣就不會讓畫面感覺太無聊 所以你擺的時候是擺正的 只是你拍成歪的 沒錯 接下來要教的就是大家最常使用的網美角度 就是用俯拍的方式 那好啦 因為現在這樣 好像看不太到 所以 有時候我就會站在那裡 好丟臉喔 你好丟臉喔 我其實在室內不會做這件事啦 你就是常常這樣子吧 我不會 那因為是俯拍的角度 如果你是在中午那種燈光下的話 就會直接拍到手機的陰影 避免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要在早上拍 現在桌上有這麼多東西的話 我要全部都拍嗎 沒有 我通常就會選三道或是兩道 如果是兩道的話 我就會把它擺在對角線 如果是三道的話 我就會把它擺成一個三角形 這三道如果全部都拍進去的話 看起來畫面也會有點太雜亂 所以這時候這個麵包 我就會擷取一部分 這樣看起來就會有一種 令人有遐想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 好像還有更多食物很豐富 謝謝 我也現在這次贊助我們泳衣 所以可以讓我們拍出這麼多的沙灘美照 你終於不會學我了 我拿 跟我穿一樣顏色 我拿 我的愛是火 還會躲在焦灘美照 之前有教過Rural Thur 可是如果你在一些 其實比較對稱的建築物 或是風景的時候 Rural Thur 反而不能突顯出當地的特色 所以如果你在拍一些對稱的建築物 或是風景的時候 比較適合把人擺在中間 像現在卡蘭卡蘭這邊 延長的沙洲 整個是白色的 然後左右就是湛藍的海洋 就很適合拍對稱的照片 這時候呢 model就站在中間 然後可以往左或右看 你也可以背對鏡頭 然後做一些沙馬尾的動作 看起來就會非常有意境 在Kindaya Resort這邊 除了可以拍出超美的照片之外 它度假村該有的元素一個都沒有少 除了我們拍過的早餐 泳池還有房間之外 在這裡你也可以去享受SPA 然後吃燭光晚餐 甚至是在這片海灘騎馬 剛剛按完然後現在就是 油頭姐妹花的部分 我覺得它蠻特別的 其實它的精油是熱的 它都在身上的時候超級舒服 我覺得有點很酷 是因為那時候我在拍你嘛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它是用那個 費殼去幫你磨的 就是 我一直以為是石頭耶 不是它不是石頭 蠻推薦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可以來這邊試試看他們的案 我覺得蠻舒服蠻療癒的 然後整個空間也很舒服 穿過一片樹林 然後就直接走到一個 沒有人的海灘 就是騎馬真的還蠻舒服的 它就會帶你在這個水上面走 而且因為有人牽著 所以馬都超級乖的 完全不用害怕 Janie回眸 你不覺得很浪漫嗎 有點太浪漫了 有點太噁了 這次我跟神力來樹霧 當然是Air Asia 但含餐點不含行李 總共是3783 是超級便宜的 而且四天其實也不用帶什麼行李啦 但你也可以在訂機票的時候 就加他們的加值組合 加用行李加餐點加應選座位 也只要848 比你分開店還要便宜很多 如果你沒有事情買好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事後再用他們APP來管理 他們的APP是真的很方便 你可以預先加買行李加買餐點 還可以預選座位 你還可以直接在上面訂機加酒還有一些行程 而且我們這次拍的Canary 其實在他們的APP上也可以直接訂到 機票越早買越便宜 想要強調便宜輸機票的人 趕快給影片續續的連結 到Air Asia官網跟APP買機票吧 那我們的YouTube頻道當然不只教你怎麼拍照 我們會告訴你到底去哪裡拍照才最好看 那當然我們介紹的地方 不管在國內或國外都是拍照好看 而且是真的好玩的真景點 好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然後訂閱開小鈴鐺 如果想知道Spice頻道在幹嘛的話 可以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